老厨我娘们啥子啊 看我们这个味道 跟其他的点子的味道有什么 有什么不同 大家好我是阿华 今天我们去吃一个 70多岁老爷子做的烧烤 开了几十年了 说他家的肉串都是超级大 而且是烫烤的 咱们去看看 这是什么肉串啊这个 猪肉串 猪肉串是吧 老爷子您做烧烤做了多少年了 小老年吧 96年啊 120多年了啊 今年多大年纪啊 72 72岁了 您就是猪爹的啊 猪爹的 咱们家什么样的特色 都什么特色呢 这是说谈情 特色的 我都完全有点不谦虚 啊 难道我的说法的话 我自己的老弟 不得我人家都靠谱 小心了我这是有的 但是 我只是不难的 对啊 你自己还是比较谦虚啊 比较有名的叫做 居楼啊 他们说的费楼串就是这个是吧 嗯 这看着好新鲜的 我们这个楼啊 它是居楼 嗯但是多少人女太太都认为是牛肉 但是我这个楼啊 它就楼的部位部 咱们是什么部位的肉呢 难道理这个话我就不说啊 这是说咱也保守的 保守的这个是秘密啊 因为别人 一般的 这是说 烧烧烤鱼的就是前台了 啊前台了 对不对 我这个楼子煮了 即不是前台 更不是后台 这就是核心秘密 哎哎哎 咱们家肉串一天就卖多少串啊大概 要是好的话起码一千串都不值啊 好的话一千串都不值是吧 对对 哎哎很厉害啊 看你家的串好像都比别人家大 对对对对 啊 因为我这个轴身呀 我做假话我不专举 我也想专举 但是这个轴身是买买呀 啊 我这东西买到你 你呀我才专举 你是不是听得做好 听肯定吗 就我还要赚钱我还把食材做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每天在炉子站几个小时啊 就烤这个怎么样 啊 我都不懂 咱们都使的是个炭烤是吧 因为烧烤 他本身最远是一个炭烤了 这才真正的老武汉味道啊 老武汉那个烧烤的味道 大家的特色就是大呀 这个肉块 肉块超级大 二伙满一层料 这么嫩 这才是好吃的烧烤 骨肉筋 很有嚼劲 能吃出这肉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你想我就听别人讲了 说这边有个老爹在烤烤烤特别好吃 今天一场果然名不虚传啊 牛油 其实你看那小牛油都不达点 你看人家的牛油 咔咔脆 现在能吃出这种自己穿的牛油都很少 很多人家都用的半成形 六花肉 这花肉就是特别好的上层五花肉 中间夹了一个蒜苔啊 姿姿毛油 一咬的包汁的 烤腰子 腰子也切的块啊 有很多人家都是切的块 这是块 还真太香 脆骨 好食材 酥好味道 大牛肉串 他家的好烧烤为什么好吃 就没有什么特殊主食材料味 只是孜然和辣椒粉 加上这个肉本身的香味 这样的烧口才有灵魂 烤烧饼 甜甜的 外面有点孜然和辣椒粉 这才是真正的老虎还没有 喜欢你过来尝尝 别得嘎嘎嘎嘎 好食材